城市抵達小巷抵達沉默抵達你的手滿了的體溫 方向錯亂天氣雨包不准雨傘亡人啊 我的手無處安放包括我的心想旋轉木馬馬馬馬馬 大家好小編帶大家夜遊啊 有沒有看這個花這個是藤繡球 藤繡球它長得像藤的繡球花藤蔓的繡球花 那現在這個應該已經過了它的花期了 現在10月中旬應該已經過了它的花期 不過可以看到我們這一顆算是非常的堅強 然後現在還是盛開著 那今天今天月亮很圓喔你看月亮月亮超亮的 今天10月12號大家上班的第一天 第二天的 今天禮拜今天禮拜三了 帶大家看一下 對啊我來夜遊嘛就是要看一下夜景 那這邊其實不算是農場的範圍 但是算是農場的地盤 這樣講有點老舌 因為這邊是農場的地 沒有特別開放 但是這邊有通往居民的果園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防紅的設備 所以這邊算是 月亮超亮的 這邊是農場的地 農場的地 但是沒有開放喔 走下來這邊 其實要插在路旁邊 但是要走下一小段 然後走下一小段要看什麼呢 我們來看 對啦我們來看夜景的 我們山上其實沒有什麼百萬夜景 山上其實非常的純樸 但是我們有梨山的夜景 來現在看到的就是梨山的夜景 那梨山的夜景從這個角度看過去有一個小台灣 我們叫做梨山小台灣 就是從這裡看過去了 那這邊有一長串的燈籠 燈籠流龍 人籠 就是 沒錯這邊 旺過去其實就是 石原亞口的方向 然後一路旺旺旺的路燈 也綿延過來 到我們這邊下面就是梨山 蜿延到梨山這樣子 然後梨山 再從梨山 這個下面是台七甲線 然後 撈上來這邊就是台八線 就是整個梨山市區的部分 雖然沒有燈火輝煌 但是 非常的小清新 真的非常的小清新 那 其實 這個位置看過去的小台灣 是需要 一點角度 來 我穩住一下 因為 晚上其實 用手機拍 沒有辦法拍的 像攝影那樣子的漂亮 不過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形狀 有沒有 一個小台灣的形狀 但是它這個形 是需要前面的一些樹 去遮掉一些光 才有辦法看出這個形狀的 所以 沒錯 可能過幾年之後 前面的樹長大 就沒有這個景色 下面這邊就是梨山 我們說的旅館街 然後 然後繞上來就是 櫻圓秋 上方那個白色燈的部分 就是櫻圓秋 它是有一條路這樣綿延上去 然後再上來就是天龍宮 然後後面是梨山國中小 這整個就是一個 就是梨山 就是梨山 梨山 梨山市區的範圍不大 那 當然沒有像 那個 繁華夜 都市 沒有像繁華的夜都市 那樣子 七彩霓紅燈 閃閃閃 但是 路燈還是有的 所以 晚上還可以看到這樣 一點點的 這個小台灣夜景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 現在 早晚的溫差已經相當大的 雖然有一輪明月 有一輪明月陪著我們 但是 其實 還蠻冷的 現在還蠻冷的 所以 提醒大家秋天 應該說 過了 立秋之後 整個山上的溫度就是 開始在變化 就是變成秋天的 溫度 早晚溫差相當的大 務必要上山 不管是你要賞風 賞波市局 或者是要看星星夜景銀河 都無必要穿暖 那 這個景點沒有開放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特別跟大家報告在哪邊了 因為 晚上走這邊其實有點危險 那旁邊其實就是一個山坡 坡坎這樣子 如果你腳沒有踏穩的話 其實容易 跌落 所以小朋友就不跟大家報告 這是在哪邊拍的 那 有那個夜 想要夜衝 想要尋找美麗景點的 攝影朋友 如果真的要來拍的話 也請注意腳步 晚上拍攝 一樣有危險性 就是 你看 要腳踏實地 就是 要小心每一個步伐 好 用我們的 梨山小台灣 的景色 先給大家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這是我們 梨山的夜景 不像 不像 大都市這麼的炫麗 燦爛 我也是一個小星星 先給大家 拜拜 晚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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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